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拜登上台不到一周就發表聲明 要廢除川普總統對變性人參軍的限制 日前 拜登再次把手伸向軍隊 他的國防部長準備在軍隊中搞一場整風運動 可是我們發現 當外界質疑這場整風運動的對象究竟是誰時 國防部卻說他們還沒有想好 這聽起來是不是很滑稽? 今天 我們就來說一說這個話題 2月初 拜登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要求國防部官員和美軍各級軍官 在接下來60天內的某個時間暫停軍隊常規活動 來解決軍中白人至上主義和其他極端主義的問題 之後 雖然國防部發言人約翰·科比 否認奧斯汀提出的修整 是針對部隊的保守派群體 但是 我們仔細地查看了 2月5日公布的國防部備忘錄 發現原來 奧斯汀搞的是一場 持續的美軍整風運動 直到消除極端主義思想和行為 對軍隊的腐蝕影響 這樣看來 美軍的整風運動 並不只是在60天之內的某個時間 而是可能會一直搞下去 只要他們覺得沒有達到目的 就不會收手 那麼 什麼是極端主義思想 什麼又是對軍隊的腐蝕影響呢? 我們先從1月6日的國會山事件說起 按照科比的說法 在FBI抓捕參與當天的抗議者中 發現有現役和退役軍人 國防部長奧斯汀對此非常震驚 2月3日 奧斯汀在與美軍參謀長 和各軍種領導人開完會後 下令將在某個時間 軍隊停擺一天 科比沒有說軍隊裡有多少極端主義者 只是說他們比估計的人數要多 而且多到了令他們感到不安 所以 國防部長才要下令休整 幾十年前 奧斯汀還是第82空降師的年輕中將師 經歷了軍中清除新納粹光頭黨的運動 據說 奧斯汀用他在過去軍中的經濟 經驗來整頓 整頓軍隊的消息公布了之後 顯然引起了不少爭議 尤其是如何定義極端主義人士 這是不是要搞政治清算呢? 科比否認修整是搞政治 他聲稱是以2012年國防部指南中的要求 作為本次整頓的指導基礎 鎮壓行動集中在識別極右端分子 或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指南中對處理武裝部隊成員中的意義 或者抗議行動作了規定 但是 指南中的規定是要求 軍人不能積極倡導至上主義、 極端主義或者犯罪團夥主義等 並沒有明確地說 極右端就是極端分子 其實 極右端也是要看 你是站在哪個位置上來說 假如你站在極左端 那麼 那些原本屬於中間正常的人、傳統保守的人 就會成了極右了 比如說 認同男女同策 會說那些反對者是歧視、是極右一樣 可能正因為國防部2012年的指南中 沒有對所謂的極右端分子的規定 所以 科比說 五角大樓也在重新審視 如何定義極端主義分子 奧斯丁和參謀長們也在問 你如何定義它? 這聽起來是不是非常好笑? 要搞運動了 結果運動對象還沒找好 其實 一點也不好笑 因為在軍中有大量的愛國者 很大一部分人並不承認敗家子 是他們合法的三軍統帥 對於軍隊能不能聽從自己的指揮 這才是敗家子、奧斯丁和民主黨大佬們 心中沒底的真正原因 我們知道 川普在13歲的時候 就被父母送到了紐約軍事學校 一直到18歲畢業 川普對軍人有著特殊的感情 就說近一點的 在去年大選前 曾經有235名前美國軍方領導人 聯名簽署了一封信 表示支持川普競選連任 信中還把2020年大選稱為 自我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選舉 信中還警告說 由於民主黨、歡迎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傳統方式岌岌可危 在他們看來 這次美國大選 不是一次普通的四年一次的大選 而是全球深州政府和反美勢力 聯合發起的對美國的入侵 它是一場戰爭、政協的最終決戰 而不是表面上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政治綱領之爭 可以說 軍人對華盛頓沼澤看得清清楚楚 而在奧巴馬、拜登黨政的8年 不斷削減國防開支和軍事預算 外交政策決策失敗 軍方服役人員常年在外打仗 而退伍軍人或傷殘軍人 卻沒有辦法得到應有的照顧和醫療保健 而在川普的黨政的4年中 他對軍人非常重視 不僅增加開支還建立了太空軍 每次演講都說一定要照顧好老兵 照顧好國家的英雄 所以 軍隊對川普的支持率非常高 據說 在拜登上台之後 有的部隊的辦公室的牆上 依然還掛著川普總統的頭像 作為他們心中的最高統帥 去年12月12日 大家一定記得 川普總統視察西點軍校的時候 現場有9000名西點軍校的學生 全場爆發出了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吧 他們吶喊著USA!USA! 而在敗家子就職當天 軍隊發射的墓地禮炮 和4年之前川普的就職禮炮 簡直是天壤之別 你想一想 這些事情讓敗家子能不擔心嗎? 讓拜登們能不害怕嗎?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拜登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對國防部高級領導和各軍種將領的備忘錄 是怎麼說的? 奧斯汀說 每個人都有責任確保 防止與極端主義有關的腐蝕行為 指揮官、主管人員 和所有在軍區擔任領導職務的人 都有特殊責任防範這些行為 並為他們的下屬樹立榜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奧斯汀命令各級指揮官和監督員 在接下來的60天之內選定一個日期 和他們的人員就這一個問題 進行為期一天的休整 就是停下軍務、領導者和他們的同事、下屬開討論會 這些討論要包括軍人就職誓言的重要性、 領導要描述什麼是不允許的行為、 還有用白話說就是打小報告的程序、 如何舉報可疑人員或實際極端主義行為、 同時要利用這個機會了解手下人的想法等等 也就是說 奧斯汀計劃在60天之內完成在軍中的摸底 包括每一個士兵究竟有多少人是不能信任的 哪些人是必須清除出去的 使用的手段除了開會誘導大家創所預言以外 還鼓勵檢舉揭發 備忘錄最後說了 這次停擺修整 只是將官們共同努力的第一步 弄清楚這個問題的範圍有多大 並找出持續的辦法 消除這些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和行為 對軍隊的腐蝕性影響 國防部對美軍的整風讓我們想起來 毛澤東1942年2月份在延安發起的整風運動 當時 毛也是以整頓意識形態為名 奪了名義上總書記張文天的權 鞏固了毛的獨裁地位 延安整風運動持續了三年 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很多人被迫認錯 大量人員遭到了迫害 知識分子群體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誰能想到 現在美國的軍隊也開始整風運動了 軍中有多少軍官士兵會受到影響 我們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